远离杀生夜道 吴先生的舅舅杨先生 他从年轻时便一直在屠宰场工作 屠宰场的工作非常辛苦 总是天还没亮就得去上班 老婆,我要去上班了 唉,每天都要这么早去上班 这样实在是太辛苦了 老公,我看你还是换别的工作吧 这份工作我做了那么多年了 早就习惯了 再说现在工作不好找 想换工作哪有那么容易啊 说的也是 老公,路上小心啊 嗯,我会的 这一天,杨先生工作时发生了意外 他不小心被屠宰场里 专门用来悬挂牛只的铁钩子 勾到了眼眶 啊,好痛 哎呀,不好了 快来人呐,杨大哥受伤了 杨大哥,你怎么了 我,我被钩子弄到眼睛了 好痛啊 啊,被钩子伤到了眼睛 快,快叫救护车啊 杨先生被送到医院检查后 幸好没有伤到眼睛 只是一点皮肉伤 得知消息的吴先生 匆匆赶来探望他 吴先生学佛多年 他认为舅舅之所以会受伤 都是因为从事杀伤的工作而导致的 于是他便劝扬先生 希望他能改行 你看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还好只是外伤而已 要是伤到了眼睛 那该怎么办啊 我这不是没事了吗 奇怪了 好好的怎么会突然被钩子勾到呢 真是见鬼了 舅舅啊,你的工作实在是不太好啊 阿红,你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的工作怎么了吗 舅舅,你那可是杀生的行业呀 要知道,杀生可是极大的罪业 你每天都在杀那些牲畜 杀了这么多年 罪业实在是太重了 我不懂那些 我的工作就是这个 杀猪宰牛只是我的工作罢了 老公,我看你还是不要做这个工作了 改行吧 是啊,舅舅 别在屠宰场做了 唉,换别的工作吧 杀生的果报我们背不起啊 我在那里都做了这么多年了 而且我也四十几岁了 还能换什么工作呢 舅舅,在我看来 只要不是杀生的工作都好 杀生的果报可是非常严重的 我只不过是做好自己的工作 为什么会遭到果报呢 我不信这个 老公,阿红的话有道理啊 你看你,才四十几岁 可是在屠宰场里算是老人了 其余的人可全都是年轻小伙子呢 舅舅算是老人了 那以前那些人呢 都改行了吗 唉,和你舅舅一起进场工作的那些人 差不多都死了 啊,舅舅 你看,果报你可不能不信啊 那些人都是因为杀生过多 而遭受了果报啊 哪有 老林年纪比我大 在屠宰场工作的时间也比我长 他还不是好好的 唉 然而过没几天 杨先生的同事里 年纪最大的老林突然去世了 而且在去世的前几天 他的行为有些古怪 怎么样 最近几天常理忙吗 嗯,挺忙的 因为人手不太够 杨大哥您住院了 而林大哥前天去世了 啊,你说什么 老林死了 是啊,前天的事 怎么回事 我上班的时候老林还好好的呀 怎么会突然走了呢 林大哥好像是突然猝死的 而且听说他死之前有些古怪 古怪,什么意思啊 听说林大哥每天上下班时 有一条小径是必经之路 最近他总说在路上看到鬼之类的东西 风言风语神经兮兮的 跟别人说也没人相信他 结果前天他来上班的时候 突然死在了那条小路上 嗯,听起来有点奇怪 可不是吗 有人说他这是因为杀生太多而遭到了果报 现在想想想林大哥的死还真有点可怕呢 是啊 我家的人现在也都劝我换工作呢 免得以后遭到果报 我可不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果报的 哦 杨先生的伤好了之后 又回到了屠宰场 继续从事着杀生的工作 杨大哥,你来上班了 是啊,今天刚来 你的伤好了吗 已经好了 一点皮肉伤 没什么大碍的 然而过没多久 杨先生又再一次住院了 这一次是因为得了糖尿病 而吴先生去探望他时 又再一次劝他改行 舅妈 舅舅他得了什么病啊 是糖尿病 他怎么会得到这种病呢 唉 果报降临了呀 上回舅舅受伤 那是上天在提醒他 可是他却不思悔改 继续杀生 所以啊 果报再一次降临到了舅舅身上啊 那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去劝劝他 如果他现在能及时收手的话 我想 应该还不算太晚 舅舅啊 你感觉怎么样了 还好 没什么不舒服 唉 舅舅啊 我看你现在的身体状况 实在不适合在屠宰场工作呀 你就趁这个机会 别做了吧 啊 嗯 也是可以 啊 嗯 嗯 哈哈哈哈 然而 当杨先生的身体 刚刚有些好转后 他便又去屠宰场工作了 老公 你这么早起床 做什么 我要去上班啊 啊 你不是说不去屠宰场工作了吗 我什么时候说过了 我只是说 如果我身体不好的话就不去了 可是你看 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希望他 希望他别再出什么事才好 然而 半个月后 杨先生 因疼尿病病情加重 再一次 再一次住进了医院 哎 舅舅 怎么都不听劝告啊 怎么又去屠宰场上班了呢 嗯 可不是嘛 医生说了 他这次的病情更严重了 我真怕他 再这样下去 会有个三长两短 哎 舅妈呀 你也别太担心了 你要好好保重身体 才能照顾舅舅啊 哎 这样吧 我这几天也没什么事 晚上 我就来陪你 一起照顾舅舅吧 啊 哦 真是太麻烦你了 然而 就在当天晚上 杨先生 突然做出了 非常奇怪的举动 他 莫名其妙地 对着病房门口 大声叫骂了起来 你们是哪里来的 快给我滚 老公 老公 你是在骂谁啊 他们啊 不知道 从哪里跑来那么多人 装神弄鬼的来吓唬我 没有人啊 病房里就只有我们三个人 你们没看到吗 他们 全都站在门口啊 阿红 你舅舅 他这是怎么了 我想 应该是舅舅的冤亲寨主 来找他了 所以 只有他能看到 而我们是看不到的 啊 阿红 是不是 人快不行的时候 才会看到这些啊 哎 舅妈 你别胡思乱想了 嗯 明天 我请我师兄来看看 他学佛几十年了 应该 能帮得上忙 嗯 第二天 吴先生便请来了他的师兄 然而师兄看到杨先生后 却不停地摇头叹气 师兄 师兄 怎么样了 我舅舅他 怎么样了 哎 你舅舅他不行了 业障太重 寿命已尽 没有别的办法了 果然 我舅舅舅的糖尿病出现了各种并发症 最后医治无效 命散黄泉 他死后的模样有些害人 面相发青 而眼睛和嘴巴都无法避拢 希望舅舅的事能让更多的人知道 能够让更多的人引以为戒 远离杀生 如果告诉大家这件事能有一些功德的话 我希望所有的功德都回向给舅舅 以及舅舅的冤亲债主 希望他们在轮回的苦海里 能够尽早离苦得乐